看了他们的前夫,再看看现任,觉得他们当初离婚是正确的选择。 总有这样的一种人在生活中,对待自己的前任是不停地追求,就算是不追求,也是三天两头在分手之后和自己的前任唠嗑,有的时候就给别人一种很烦的感觉,的确,两个人早已经分开,还聊什么聊,但是总有的人不停地这样,不过也有和他们相反的。 分开就老死不向往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分开之后就再也不想联系的几大明星。 1978年,20岁的朱玲玲嫁给了32岁的霍振婷,并且举办盛大的婚礼,2005年这段如同童话般的婚姻难以时间考验走向衰亡,2008年,朱玲玲跟苦恋自己八年的离异富商罗瑞康再婚。 2011年,张玉琦跟年长21岁的导演王全安领政结婚,四年后因王全安被判而离婚,2016年,张玉琦与相识70天的富商袁巴元结婚,婚后但夏龙凤台,据媒体爆料,袁巴元此前有过一段婚姻,且生有一个女儿。 伽敬文当年红遍台湾内地,但是他选择正荡红的时候嫁入豪门相夫教女,不料四年婚姻引家报告中,伽敬文为争取女儿付老权选择竟身出户。 现如今贾静雯再次收获幸福 为修杰凯生下女儿 备受网友祝福 关于宋丹丹 大家熟知的就是他和编剧英达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还有一个儿子巴图 据说激情过去后 宋丹丹丹丹开始各种矛盾 最终导致俩人双双出轨 1997年1月2日 宋丹丹丹丹丹丹离婚 离婚后 两人仍心存芥蒂 互相指责对骂 让人颇感惋惜 1997年 宋丹丹在36岁生日当天 跟相识仅28天 曾有一段失败婚姻的某机店公司高层赵宇吉善婚 婚后宋丹丹和赵宇吉的女儿及前妻相处融洽 如今夫妻俩携手走过21年依然很恩爱 当年莫少聪拒绝承认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并质疑洪心在跟自己交往之前隐瞒了很多事情 曾在接受港媒时指责洪心私下狠不检点 在某主船上跟一众大佬谈笑风声 所以一次提出分手 抛弃了洪心和莫高莲 如今洪心和张丹丰 洪心的颜值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 根本不用说 张丹丰如今也是帅气十足 洪心虽然是二婚 可是嫁给张丹丰后过得很幸福 他们始于颜值 终于才华 最后却分于性格 我们都太倔强 所以最后觉得还是分开好 既然不能好好相处 何必要互相商拍折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